昨天市場突然是下午抽了上去 200點、300點這樣升 這陣子大家的注意來都會問你抽了沒有? 有沒有應夠? 你一隻接一隻 新股的招股活動會否影響到市場 譬如月曼夏確認動資5200億 會否不少對市場有些影響? 絕對有 很明顯看到收市前那段時間都有些回吐 因為始終1.5千多億 另外一些加加賣 那麼多隻股票搭在一起 大大話說8千至1萬億 雖然銀行系統可以負擔 但始終會有資金的壓力 所以新股的活動會對市場有影響 雖然有影響 看到市場沒有怎樣跌 反而少許調整後又再拉上來 證明動力很強 還有很多板塊都是斷板塊地 有一個換馬的情況 這是在過去二十多年 看回都是一個很健康的做法 資金換馬的情況 所以看回這個市場 我又不是說是蠻牛 是蠻牛市 慢慢爬上來 蠻牛市有甚麼特色呢 即是底部打得很實 除非有些很大的突發性事件 就很難令它有一個大調整 變成這樣的情況下 沒有甚麼怕不怕 我們只是看估值 最怕沒有股票在手 最怕沒有股票在手 好股 好股就有很多 大股 近期看保險股 每個人都懂得說 各仇就衰股衰股 你不是這樣看 是要變的 你要像一時被一時 我們要用一個開放的態度來看東西 不是用過去的東西來看回現在 這樣永遠不會贏錢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見到很多人慢慢追落後 真正的追落後 都未是認真正在開動 現在都是慢慢進行 如果真正是炒落後 未來的時候 事升很快 好 但是昨天一役 我們就見到 所謂的落後 是真是這期沒有移動 還是你沒有移動 昨天是這期沒有移動 騰訊就追上來 你怎樣去評估騰訊 例如月民上 詞之還有一隻譯音 都是他拿著3.3 會不會在他的股價上發酵 絕對會 但是騰訊都挺高 你看看上一次成績表 很快 其實他那個成績表裏面有說 雖然不是很大段 其實有80億是公平值 公平值的80億是在毛利發生的 證明他的成本是增加了很多 真正的順利不計公平值不是增長很多 沒有去到這麼大的 都是三成左右 但是亦都這樣說 他一個這麼大的股份 裡面這些投資性資產的公平值的轉變 只是佔他整個資產的幾個百分 雖然這些不是太理想的 就是這種純利的變化 但是他有很多分拆概念 你看到月民那些開始賺錢 由過去虧損幾億到現在賺幾千萬 後面也是賺幾億開始的 所以這些來講帶來的價值上的釋放很大 又支持他的股價 變成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騰訊很難回落下來 但是你要的大升 暫時還未見到 只是慢慢輕微升 就是由一個高增長股 變成一個平穩增長股 變成在這樣的情況下 反而我想投資者應該去看分拆出來的子公司 好 大家留意一下 他現在又在吹吹說會分拆音樂業務 我大把東西拿出來 是啊 但是分拆都是一個信號 如果本業很厲害 就不需要做這些心碼 潮主、Patrick 的方向 就看清楚他的盤數 有些出了業績的時候 就令市場失望 我們要講一下渣打 渣打輪增那邊跌6% 今早上都下跌半成 開市的時候都差不多是6% 是不是真的這麼差呢 大行普遍都是看得淡的 貴姿是比預期差 尤其是成本控制方面 有些行調低目標價 有些更加就說 為何還不派息 經常都逼他要派息 是不是真的這麼弱呢 渣打就一定 過往的業績 是不是可以看回 從過往的業績來看 就不太理想 所以我們看 其實始終都是過往的事 應該要看回將來 將來有沒有大的變化 轉好改善呢 這才是最重要的 我想現在看到 歐洲都開始改善 他現在都是顧本 之前他避典名是九間銀行 最沒有能力是可以繼續經營 擔心他的營利能力 當然 但是他也不算是難船 想想一下 不就很辛苦 明特斯做得很辛苦 當然有up and down 是一些不好的時間 慢慢過去就好 是否因為這個成績表而要這樣插下來 我覺得就過了頭一點 他現在未到國泰航空的地位 國泰航空的地位 很多人都相信他真的衰到貼地 整個行業的景氣 業績確認 但會否會錯意 我不敢 我不想踩他一腳 但渣打來說 這麼多年的職業 現在你兩三年想搞定他 比較困難一點 有時間 但你看圖片 如果七月八十多元追入 到現在看到圖片時 你會否建議持有的投資者 都應該要止蝕 等他出業績是理想的 才再買入 假設一個這麼高的 賣入了 就是晨早應該止蝕了 裂口一跌下來 是吧 今天也是裂口跌 裂口跌下來時 看穩定一點 都再裂上去時 就要離開 是 你要離開 你現在才能離開 就太遲了 當然永遠沒有遲 但你不見這麼大 有些人說 我都不是日常運動 是吧 就拜 如果你用你這個邏輯的時候 之前八九月 大概七十多元買 今天都是裂口跌下來的 如果多給幾天 他都不能夠上去裂口的時候 大家都要有決定 接下來十月有加息 應該又對他好的 加到多少息 加息加到多少息 加息加到不多 縮表也縮得不快 都是這樣說一句 其實QE之後 要退市需要很漫長的時間 但不會馬上退到 全世界都是這樣 投資性資產繼續膨脹 怎樣才有機會會有危險性 除非有突發性 是很大的事 否則這件事 都是慢慢會這樣走 至於你說股價下來之後 你始終銀行不同 銀行這麼大間 其實後面有很多東西 可以去做調整 慢慢調整之後 對整體業務會有幫助 你看他幾年才能夠有曙光 我最重要是看大氣候 因為現在全世界 整個環境都開始修補 歐洲又慢慢增加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對他應該不需要太長的時間捱 另一隻同樣都是重份量 大家本來都是看好的 九九二聯想 今年都跑輸了 因為他第一季業績 認轉規 今天他都出季 中期可否好轉 還給不給機會 聯想都達到很低 是否已經充分反映市場 對他的失望 聯想是最大的股份 很難轉身 這個行業來說 亦都在面對高科技行業 面對很多競爭 手機越出越大步 對電腦也導致了很多衝擊 在現水平來說 看圖是有較好的轉勢 對 轉了轉 對 看到有較好的轉勢 業績上過往的東西 會否有很大幅改善 是很難的 只要他不會再大幅度變差 現早已經開始有儲光 所以我們都要留意這件事 好 問多一句 恆之現在跌多了 差不多跌100點 外電那邊有個消息 美國那邊懷疑有槍擊事件 說在Wallmark內 早兩天 曼哈頓已經有一個撞車 撞到單車經 我都告訴他 國土安全部應該是甚麼 天天快要來馬拉松 那些人都會害怕 現在未界定的事件 是意外還是怎樣 但第一次他們就肯定了 是一個恐襲 第一次的市況沒有甚麼感覺 好像不太好反應 但再來一次 如果再來一次的時候 對市會否有影響 即是會否有這樣的效應 美國開一槍 是 扮低的市 我看這個機會很小 始終兩個地方面對事不同 以及恐襲無日無知 這些即是開一兩槍 或是有甚麼事發生 這些就很難被控制 反而我們都是看經濟 看整個股市的 中港兩地的莫合發展 其實這邊吸引力很大 北水沒有停過 你看其實沒有停 一直在增加 一直在流入 所以我想100點的東西 都是正常的日中波動 我看這個位置 是不足的 就是不足的